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向大家推荐的这部 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系列 那就是终极一般四 那在我们的各位主持人要和大家来聊幕后花絮之前 那今天他们也特别准备了一段精彩的表演 那下面我们就有请剧中的主演偶像组合 special以及曾佩慈 首先欢迎佩慈 我们的未来留下你独自面对 真的非常抱歉 我已经蜕变 如今幻化成千绿微风 飞向无边无际的蓝天 不过失去了一点点 伤口却无限在蔓延 看你无心睡眠 整夜带坐流泪 真想有你入怀彼此安慰 我已失去了我的脸 无法再与你面对面 但求上帝的一脸 让我归你身边 跨越梦境相拥重一次 苦一回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欢迎我的小伙伴们 special 爱你 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天真摸谊是爱 又在哭马尾像个女孩 就算穿得高跟 我还是需要低头看她 Oh baby Now爱着你爱就是爱 我无法控制念着你啊 Oh baby 请你答应我就别再倔强 明明就很爱我吧 好了啦 快点快点我认输 你没力无法的 看着你发呆 一片空白 盘着盘着拼了命 就这么没出息 你这里充满 每日每夜灵魂出窍 Oh没有理由 爱你了 I'm loving you I'm missing you I'm missing you don't know I'm loving you Missing you I'm loving you I'm loving you I'm missing you I'm loving you Yeah yeah Missing you I'm loving you I'm loving you I'm loving you 大家好我是 Special的洪震 那我在这一次 终极一般四里面 饰演的是孤战 那孤战呢 他就是 呃 算是蛮悲情的一个角色啦 做什么事都不顺利 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 在为自己的人生奋斗 他的武器叫做 猪狗不如强强棍 那就是 就是一个超过 超过180公分的棍子 那专门来打坏蛋和笨蛋 怎么听这个名字 这不像是一个很厉害的 能力的样子 但是他是真的 每次拿出他的武器的时候 他都是真实的 哦 因为他有相关的背景 所以他非常的厉害 好 对 我们要须目以待了 来 我们有请第二位 哦 我是Special的明杰 那呃 我应该是演这个 终极一般二跟一般三 呃 就是花玲瓏这个角色 那他就是一个 呃 很自恋的一个王子的角色 拿的武器是一个镜子 对 那在终极一般是 呃 不一定 有可能会 呃 串个场之类的 但是都还不一定 对 OK 大家期待一下 来 继续 大家好 我是Special的程翔 那我是不属于这个时空的 对 所以希望有一天 可以来这个时空表演一下 对 对 谢谢 好 感觉他一讲话 其他人都有话要说的样子 因为 在这边解释一下 因为终极系列呢 其实已经是十年的一个 长寿的偶像剧 那我们里面有十二个时空 我们的时空不是什么古代现代 我们是金银铜铁水 什么什么什么 任何你们想得到的 如果 大家可以愿意继续陪我们成长 我相信十二个时空 都会呈现在大家面前 那终极一般四是金时空 所以呢 有四所以有一二三 那我们这边众多演员 其实大部分都参与了两部以上 那我在二三饰演的是雷霆 那四里面的我呢 有非常非常神秘的 就跟EVE一样神秘的身份 所以也是我自己算是突破自我 演得最不像自己的一个角色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终极一般四 那你有超能力能告诉我刚才EVE 为什么知道我放在那一首吗 让我算一下 我也不知道我在下面看到我都惊呆了 他就是他猜第三次的时候 我都说让我上去 好厉害 对 好 来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角色 大家好我是special的伟静 那我在终极一般四里面饰演的是 纸哥这个角色 然后他就是一个比较乖乖的一个学生 呆萌的一个学生 但是他其实深藏不露 对 对 他跟那个孤战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因为孤战很好战 所以他一直在找寻一个强者 但其实就是身边的好朋友 你的武器非常的厉害 我的武器是一个盾牌 因为我是指手不攻的一个 不好战的人 大家到时候看到终极班四上映的时候 如果看到片头会发现 他的武器真的很厉害 我们这次结合了非常厉害的特效跟动画 他的武器那个翅膀一张开 有萤幕这么大 哇 看起来他好像最厉害 期待值好高 来 我们最后一位 大家好 我是Special Teddy 那其实我跟程翔是同一个时空 就我也不是他们这个时空 那我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 饰演的是熊雅这个角色 好 那既然我们的Special和配词来到现场 而且终极一般也代表着 热血青春嘛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各位 给我们摆一个战斗力爆棚的pose 好不好 好 也可以代表自己各自的角色 来 我们要不要商量一下 不能只是美美的 很 不能美美帅帅的 要代表自己的角色 有这个热血和战斗力的感觉 好吗 来 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来 三二一 来 三二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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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